医生 我划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里有规定 我不能告诉你性别 那我是回去准备小裙子还是小裤衩呢 准备尿布师 医生 其实我想要个女儿 我梦想成真的几率有多大呢 50% 那孩子生下来我是叫他二狗还是二妞呢 叫宝宝就行了 哦 叫宝宝 那以后我是给他准备嫁妆还是彩礼呢 那以后我该从哪个方面努力一下呢 努力赚钱 有人都说男孩子是建设银行 女孩子是招商银行 我该去哪个银行 你别管这个银行那个银行 哪里的钱都不是大风挂来的 那孩子的满夜酒 今天我该怎么洗啊 洗的千金还是洗的柜子 洗大妈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孩子是随他爸呢 还是随我呢 随老王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